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冯涵蒂 冯教授 您在做越南研究 听说也是认识很多越南朋友 是啊 我有很多越南朋友 而且也都很好 有很好的情谊 那因为跟越南朋友一起工作 所以心爱您的越语也是非常流利 对吗 流利是说不上啦 不过从以前不敢说越语 到现在可以开口说一些越语 就是因为跟他们相处非常愉快的缘故 那在初试借出这些越南朋友 那您通常会跟他们讲一些什么话呢 想问的问题当然很多了 不过通常我都会最想问的是 你喜欢台湾吗 哇 是一个真的很清洁的温厚哦 那么我们今天来教大家这个句子吧 太太回来了 今天外面好热哦 太太您今天想吃什么 你可以煮什么 我们就吃什么 好 我知道了 麻烦你倒杯水给我好吗 是 嗨嗨 请喝 谢谢 MGOTO 来乱空 是 我很喜欢台湾 很好 希望你在这里工作得很快乐 谢谢你 在对话中 我们看到台湾雇主关心越南女佣所说的话 MGOTO 来乱空 MGOTO 来乱空 的句子中 M是针对比我们年纪小 晚辈男女生 或是备分比我们之籍低的人来称呼他 而GOTO 来乱空 是一个疑问句型 有什么什么吗 如果在GOTO 后方 是心理活动的动词 那么GOTO 可以省略的 Thick 在这里是心理活动的动词 喜欢 所以GOTO 基本上 是可以去除 台湾就是台湾 台湾是地名 所以一定要大小 所以MGOTO thích 台湾 không 你喜欢台湾吗 也可以说成M thích台湾 không 你喜欢台湾吗 黄鳳老师 那M 搞 thích台湾 không 这句话是不是可以这样回答 GOTO 叫M 日 thích台湾 是的 您说的没错 GOTO 叫M 日 thích台湾 就是指 是我很喜欢台湾 句子中的GOTO 或是VAN GOTO 叫越南语 是一种非常有礼貌的语助词 越南人常挂在嘴边的礼貌用语 日 在这里是狠的意思 它通常是在形容词或是心理活动的动词前方 当我们跟比我们年纪大的或是社经地位 与我们不同的人讲话 礼貌上可以称自己如同对方的弟弟妹妹 所以称我为M 大家都了解了吗 现在请大家先跟我们来练习短句中的句子好吗 em có thích台湾 không em có thích台湾 không em có thích台湾 không 大家都学会了吗 我们再一次回来看短句复试吧 欢迎请喝 谢谢 em có thích台湾 không 是 我很喜欢台湾 很好 希望你在这里工作得很快乐 谢谢你 真的 我其实很想问黄鳳老师 go thích台湾 không oh 吃em rích kích台湾 太好了 是的 每天只要五分钟 我们就可以学会粤语咯 我们明天见 见到会儿 见到会儿 再见 大家见到会儿 再见 你的住址在哪里? 新早 谁欲语,说欲语,旧群和谐更有趣 欢迎收看越说越好每日一句节目 大家好,我是崇黄凤 大家好,我是冯寒蒂 冯教授 您觉得越南朋友在台湾生活 一开始他们有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记得有一些姐妹跟我们说 她刚来台湾的时候 常常出去了就忘记回家应该怎么走了 所以我想,如果想帮助越南朋友指引道路 那我们学习问他们家里的地址 那是很实用呢? 是啊 那么我们一同来学习这个句子吧 小姐,请问需要帮忙吗? 请问,那个黄昏市场是不是往这边走呢? 不是,黄昏市场你要往这边走 走到底再左转十分钟才会到 可是我家好像不是在那个方向的 那你家是在黄昏市场附近吗? 是的 那,雷吉英雅过吉而道 哦,好像我有带 来,我帮你看一下 好,请让我看一下 对啊,你家就是往这个方向走,没错 感恩安 感恩 一般要问对方的地址在哪里 或是为了礼貌并非免臨的考量称呼对方 那国吉这个组合就是所有格你的家 越南语中主格和寿格的位置 与中文是相反的 所以,雷吉尼国吉就是指你的柱子 而是在 都则是一问代词哪里 因此,雷吉尼国吉而道 就是你的句子在哪里的意思 黄冯老师 那雷吉尼国吉而道这个句子里面 尼国吉是不是也可以说成尼吉 是的 因为在这里尼国吉跟尼吉是一样的意思 所以我们也可以这么问 雷吉尼吉而道 对不对 是的,雷国吉也是可以说成雷吉 原因是在所有格的规则里面 若是在国前面的授格是指人 以及人身上的部分或是大机构 如家庭、公司、学校等 这时候国就可以省略的 还有短句中的感恩恩 就是谢谢你 空格吉则是不客气 相信大家都能了解了 现在请跟我们一起来练习 短句中的句子吧 随会了 我们就能运用哦 现在就让我们再回来看短句 复习句子吧 小姐,请问需要帮忙吗 请问黄昏市场是不是往这边走呢 不是不是,黄昏市场你要往这边走 走到底再左转十分钟才会到 可是我家好像不是在那个方向的 那你家是在黄昏市场附近吗 是的 好像我有带 来,我帮你看一下 好,请帮我看一下 对啊,你家就是往这个方向走,没错 感恩安 空格吉 今天我又复习了一个句子了 是的 每天只要五分钟 我们就可以学会粤语了 我们明天见 Hang up live 明天见 祝你生意兴隆 新早 随语,书语,族群和谐 更有趣 欢迎收看越说越好每对一句节目 大家好,我是重黄凤 大家好,我是冯涵蒂 这几年来 不只是在台北街头 可以看到许多越南小吃店 台湾的各个角落 的老百姓都已经有口福 可以尝到越南美食了呢 哦,讲到越南美食 我也发现台湾的民众 已经逐渐介绍新来的口味咯 是啊 我每次看到有新的餐馆要开张 我都会一定跑去试试他们的口味 顺便跟老板聊聊天 祝他们生意兴隆 哦,祝你生意兴隆 这个句子是蛮有意义咯 那么今天我们来介绍这个句子吧 你吃越南菜还习惯吗 嗯,我喜欢越南菜 因为越南菜都很清淡 诶,我以前好像没有看过你耶 是啊,我才刚搬来这边一个多月而已 以后都来捧场哦 好啊,没问题 我家就在这附近而已 诶,我的干拌米粉多少钱 哦,是八十块 好的 谢谢,谢谢 祝你莫迈邦达 新感恩 当客人想祝福店家生意兴隆 他就这样说的 谢谢,谢谢 祝你莫迈邦达 新感恩 祝你莫迈邦达的句子中 祝是指祝贺的祝 祂是指姐姐 同时也是第二人称大名词你 常用来针对比自己年纪大的女性称呼 或是为了礼貌 并非年龄的考量称呼对方 莫是动词买 而榜则是动词卖 在这里 麦是指幸运 运气好 达则是畅销生意好 所以 祝吉莫迈邦达 一指的是 祝你生意兴隆 黄凤老师 祝吉莫迈邦达 这句里面的 莫迈邦达 是不是跟昂迈邦达的意思差不多呢 是的 昂迈邦达 一指生意发财 生活比过去更好 因此 昂迈邦达 与 莫迈邦达 可以说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也可以这么说了 祝吉昂迈邦达 是的 没错 大家都清楚了吗 现在请跟我们一起来练习短句中的句子吧 祝吉莫迈邦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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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过程中 复习总是不能忽略的 我们再回来看短句复习吧 你吃越南菜还习惯吗 我喜欢越南菜 因为越南菜都很清淡 我以前好像没有看过你 是啊 我才刚搬来这边一个多月而已 以后都来捧场哦 好啊 没问题 我家就在这附近而已 我的干拌米粉多少钱 是八十块 好的 谢谢谢谢 祝吉莫迈邦达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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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以后去越南餐馆的时候 我就可以用粤语跟老板说 祝吉莫迈邦达 哦 做生意的人是最喜欢听这样的祝福了 是啊 我们也希望每一位新移民朋友 在台湾都能够生活顺利 创业成功哦 是的 每天只要五分钟 我们就可以学会粤语了 我们明天见 Hanggobline 我们下期再见 这个是什么 新早 随月语 缩月语 如群和谐更有趣 欢迎收看 月说月好每日一句节目 大家好 我是春黄凤 大家好 我是冯涵蒂 黄凤老师 我在做田野研究的时候 常常有机会吃到 越南姐妹们做的点心 能够吃到越南点心太棒了 他们做的点心超好吃的 我想一定的 因为越南点心 是有很多样式和口味 是啊 所以我每次 都忍不住很好奇地问说 这个是什么 那个是什么 所以今天我们来教大家 这个句子吧 请两位稍整一下 老板 我的多少钱 你的是八十块 找你二十块 哇 老板 今天有那么多点心啊 是啊 是啊 要不要试试看 这些都很不错哦 哇 这么多种 改奶啦 改子 哦 这个是越南粽子 越南粽子跟台湾粽子 有哪里不一样吗 不一样哦 越南粽子里面是用 那个生糯米包猪肉和绿豆仁 口感很特别 那我买两个好了 好 看到新鲜特别的东西 我们都会好奇问起 改奶啦 改子 改奶啦 改子 的句子中 改奶大家还记得吗 改是指 东西 个 奶是代词 这 它通常排在名词后方 所以组合改奶就是指这个东西 奶则是东词是 子在这里是一文代词什么 因此改奶啦 改子 就是指这个是什么的意思 黄峰老师 改奶啦 改乙 是指这个东西是什么 那如果我想问那个东西是什么 是不是把改奶改成改导就可以了呢 是的 因为改导在这里是指那个的意思 所以如果我想要问那个东西是什么 我就说改导啦 改乙 是 没错 如果想问好几样东西 这个那个的时候 我们可以问改奶啦 改乙 或是改导啦 改导 除了改导 我们也可以用改基 基和导都是指纳 如果想要问两样东西 那第一样东西我们用改奶 第二样东西呢 那位于比较远的地方可以用改导或是改基 但是要问三样以上的东西 那第二远的东西要用改导 然后第三远的东西呢 就可以用改基 所以大家都了解了吗 现在请跟我们来练习短句中的句子好吗 改奶啦改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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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简单吧 我们再回来看短句复习吧 哇 这么多种 改奶啦改导 哦 这个是越南粽子 越南粽子跟台湾粽子有哪里不一样吗 不一样哦 那越南粽子里面是用那个生糯米 包猪肉和绿豆仁口感很特别 那我买两个好了 好 我现在都备熟了很多越南点心的名称 这样我就可以买到我爱吃的东西了 就像我一样每次都要备熟台湾的点心的名称一样 以免每次去店里都顶错的呢 所以学会改奶啦改语才能有口福哦 是的 每天只要五分钟 我们就可以学会粤鱼咯 我们明天见 Hang up live 拜拜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在他们适应的过程中 如果得到他人给予协助或是给予支持 对他们来说是很有意义的喔 那是一定的喔 所以今天我们来叫大家学一句 你需要我帮你吗 好好好 没问题 我们中午没有休息 你就来办理吧 小姐 请问你来申请文件吗 是 我来帮我的女儿报户口 你知道要填哪些表格吗 有啊 表格单子我都拿了 可是 一股更多 一一空 哦 太好了 其实里面有一些地方我不知道该怎么填写 我来看看 感谢 当我们看到别人需要帮忙的时候 可以很客气地问他 其个更多稀释净写方 其个更多酀坏的句子中 其是指姐姐或是女 常用来称比我们年纪大的女性 或是有时候只为了礼貌 而不需要考虑到对方的年龄而称呼她 我...你没有太单 大家还记得吗 它们就是一问句子 有什么什么吗的组合 跟在这里就是指需要 多是指一般的 我适合针对平辈 或是比我们年纪小的人称自己 而jip是动词帮忙 所以jiko跟toyjip jikong就是你需要我帮你吗 想要主动帮忙别人的时候 除了这一句 jiko跟toyjip jikong 是不是还有别的问法呢 有啊 比如在我们这个句子中 您可以用mon 就是想要来替换 kong 所以我们也可以这么问了 jiko mountoyjip jikong 是的 jiko mountoyjip jikong 就是你想要我帮你吗 以本来的句子 jiko跟toyjip jikong 意思差不多的 另外提醒大家 mon在这里是指想要 与想念想事情是不一样的哦 大家都了解了吗 现在请跟我们一起来练习短句中的句子吧 jiko跟toyjip jikong jiko跟toyjip jikong jiko跟toyjip jikong 对话内容就是这么简单 现在我们回来看短句 现在我们回来看短句 复习好吗 小姐请问 你来申请文件吗 是 我来帮我的女儿报户口 你知道要填哪些表格吗 有啊 表格单子我都拿了 可是 jiko跟toyjip jikong 太好了 其实里面有一些地方 我不知道该怎么填写 我来看看 感恩姐 原来可以有很多表达方式 除了问jiko跟toyjip jikong 还可以问jiko跟toyjip jikong 不过我觉得表达的诚意 可能才是让人家感受到 你有疑的最好的方式 是的 每天只要五分钟 我们就可以学会粤语了 我们明天见 Henggoblin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这一句节目 大家好 我是春黄凤 大家好 我是冯寒帝 黄凤老师 我听说 越南人在买东西的时候 很习惯讲价 其实有的时候 店家并不是抬高价钱 可是买的人喜欢讲价的 所以讲价已经变成 买卖过程当中的乐趣了 对不对 就像我们传统的生活中 用来调剂人际关系的一种趣味 那听起来太有趣了 我们就来学这句话吧 好 我们一起来学吧 老板 你上次介绍的越南点心都好好吃哦 都是你自己做的吗 是啊 点心都是我自己做的 这些我今天才刚做出来的 哦 某个包牛顶 一个五十元 那我买三个 定人们主题 好啦好啦 就算你一个四十五元可以吗 好 谢谢 好 但我们想问一样东西的价钱 就可以这么问 哇 某个包牛顶 某个包牛顶 的句子中 某个就是指一个一样 而包牛顶 是指多少钱 因此 某个包牛顶 就是一个多少钱 如果想要老板算我们便宜一点 我们就可以这么说 那我买三个 定人们主题 定人们主题 的句子中 定在这里是指算 人则是便宜 人们主题是指一点点 在最尾的部分不是动词 而是语气就词吧 适用于建议要求或是催促的句子中 所以定人们主题 就是指算便宜一点吧 那么学会了定人们主题 我们就可以讲价了吗 还要看我们的讲价的功力是怎么样哦 除了定人们主题 我们也可以用 不不不不不不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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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 在这里是指 章价 所以不不不不不 Mais 就是章价一点吧 大家都学会了吗 现在请跟我们一起来 练习短句中的句子吧 1 cái bao nhiêu tiền 1 cái bao nhiêu tỉnh 1 cái bao nhiêu tiền Tính rẻ một chút đi Tính rẻ một chút đi Tính rẻ một chút đi 熟人生巧,我们回来看短剧复习吧 老闆,你上次介绍的越南点心都好好吃哦 都是你自己做的吗 是啊,点心都是我自己做的 这些我今天才刚做出来的 哦, một cái bao nhiêu tiền 1 cái bao nhiêu tiền 那我买3 cái bao nhiêu tiền 好啦,好啦,就算你一个四桌五元可以吗 好,谢谢 好 鼎人, mô chút đi 买东西的时候,讲价真的非常有趣 是的,有的时候也是因为这样 所以会跟老板变得很好哦 是啊,我觉得越南人做生意的时候 跟顾客好亲切啊 嗯,没错 是的,每天只要五分钟 我們就可以学会粵语了 我们明天见 听到不来 听到不来 听到不来